从窗外拍出去 飞机右侧引擎冒出火光 在高空中粉断喷飞 当时机内画面也首度曝光 只见所有人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被突如其来的状况 吓呆到不知如何反应 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到 引擎不断地冒出白烟 机长求助塔台 当时客机紧急折返 大型零件边飞边吊 最新画面可以看到 巨大的碎片掉下 爆出了巨大声响 初步检查显示 风扇叶片毁损的相当严重 独特零件坏光光 根据了解 目前仅有美国 南韩 以及日本采用配备 普惠PW-4000发动机的 波音777客机 联合航空也宣布 停飞24架同款客机 日本也随后跟进 这场空冲惊魂 最后平安降落 机内也响起了如雷掌声 乘客表示 飞机降落时非常平稳 机长应变得当 也将伤害降到最低 机长不加显不到 不像一个 relaxing 我们在里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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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飞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